已是助力强化政策沟通 智库是公共外交的主力平台 是国国政策沟通的重要渠道 智库不仅要有思想的创新力 研究支撑力 社会传播力 国际沟通力 更为重要的是政策的影响力 而是深化研究国领域的黏通 这是攻坚一带一路的核心领域 也是推动合作关键的关键 我们因深于研究设施联通 贸易创统 资金融通等领域的政策需求 推动收支经济 绿色经济等新型经济的合作 为国家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 为攻坚国家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三思持续促进民心相同 取了经济合作 人文交流也是一带一路 创意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要鼓励国国之间 充分开展文明交流互建 加强教育 科技 文化 体育等领域的合作 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 为攻坚一带一路 营造更好的民意棘手和社会环境